字幕提供 大家好我是Paul 週一到週五英文一起讀 海嘯的事情你聽過了沒有 所以這邊的標題讀給你聽 Get away from shore Shore這個字就是海岸邊 我們這三個字要介紹 所以這是美國跟日本 就警告 Tsunami要來了 Tsunami這個字應該很熟悉啦 就是海嘯 所以地震 海上這個 你看這裡很誇張 我們用這個影片很快捲下來看一下 所以在海上好像沒事 好像沒事天氣圖就砰一下 哇靠你看到沒有 所以海裡突然間爆了一個火山 所以海底的火山爆發 所以火山爆發你當然就知道 所以美國跟日本的這個岸邊 那美國就是它的那個西岸 所以浪就要過來了 所以浪是Tsunami剛剛看過 所以它剛這裡標題裡面有Shore這個字 那Shore這個字就有海岸的意思 我們有三個字要做一些小區分 beach 不是短音 短音的beach 你知道是母狗 所以這是beach 那beach跟shore跟coast 有什麼樣的不同分別呢 那個coast 有時候還可以加一個line coastline 所以海岸線我們講的往往是coastline 就可能比較長的這樣子coastline 那beach跟shore一個是海岸一個是海灘 所以大概又有不太一樣的意思 如果你問海岸跟海灘的分別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啦 海灘大概就是可以在那邊躺著 做日光浴打沙灘排球的地方 海岸呢 則是沒有灘或許吧 沒有灘 沒有灘哪有什麼呢 你知道有一種沿岸沙岸的不同 那沿岸的話 沿石的沿 沿岸大概就可以叫做shore 對不對 所以你的船開到了shore 能不能登陸是另外一回事 這個扯遠了 我們來講一些其他的單字片語 是會用到這幾個字的固定用詞 所以這講的是collocation的部分 就固定的搭配詞 美國的東西岸 你認為是East跟West的這個shore 還是beach還是coast呢 搭配起來念一下給你聽 East shore還是East beach還是East coast 當然是coast 所以東岸西岸East coast West coast 絕對不會是East shore 我覺得不是不可能 說真的 可是我們習慣性講美國東西岸 講的是這個East coast跟West coast 所以這邊把填進去 這邊借的字會是coast 這樣 這裡再多補一個概念 籃球賽 搶到一個籃板 防守籃板 然後你拿著那個球 就咚咚咚一路運到了得分籃框那邊 然後就灌個籃進去 我們就會說你這個叫做coast to coast 所以從這個籃球場的一個岸邊 到了另外一個岸邊去 所以coast to coast 然後上籃得分 所以這是一個 一人拿著球單幹到底的一個概念 一路這樣子開過去 中間不穿球 那重人就是球吧就是 OK James Harden之類的人物 Anyway 然後下一個片語 我們如果講說有一件事情 你可以進行 因為看守的人現在沒在看了 不會被逮著了 那我們就會說 來來來我們來做這件事吧 the summer is clear 所以是 the shore is clear 還是the beach is clear 還是the coast is clear 講的是the coast is clear 又是coast OK 我們來套個比較精準一點的內容進去 假設今天一個老婆想要偷情好了 那他偷情他竟然很過分的是 把那個小王直接叫來家裡面偷情 非常大膽 那可是他老公通常可能早上上班的時間 不是很精準的一定是7點半8點9點出門 他老公的時間可能排班表的 說不定也是每天出門時間不一定 所以這個小王可能今天很急 很想要發生關係 然後這一位偷情的人7九 就傳訊息 等一下等一下 老公還沒出門 老公還沒出門 結果終於等到了9點半 老公出門了 那這時候這個老婆就可以傳給小王說 OK 你可以來了 the coast is clear 所以這句就用在這裡 聽懂意思 好 cool the coast is clear 還蠻常聽得到的 說真的 所以假設你今天說 你們跑到學校去做一些惡搞 例如說在化學實驗室裡面 弄了一個小炸彈 我為什麼要講這種東西 所以如果你真有搞這種亂東西 就在化學實驗室弄一些鞭炮 然後讓他轟炸或之類的 然後可能晚上會有校工在那邊堅守著 然後結果那個校工拿著手電筒慢慢換過去了 你在那邊偷看著 他走了 你就可以跟你的同伴說 OK let's go the coast is clear 大概是這樣子 OK 聽懂就好了 這比喻比得好爛 Anyway 你懂就好 那我們也再多講一個 其他的會用到的這個 一直都講到coast 那其他的有沒有呢 有 像例如說 sure這個字 就有一個動詞片語可以說 就例如說是 把什麼東西給支撐著提高著 所以這邊我們會用的動詞是sure up 所以sure不只是一個名詞 還可以是動詞 sure up something這樣子 所以政府提了一個什麼 轉型經濟的方案 希望是可以sure up the economy 我剛剛有看到一個類似這樣的例句 那如果你把你的屋頂 往上提升 提高幾公分 或什麼幹嘛的 所以你也可以這樣sure up the roof 或之類的 所以sure up有這樣子的意思 好聽懂就好 那火山的爆發呢 我們大概下面會再看得到 所以我們就看一個erupt這個字 所以satellite image 所以衛星的圖片 Capture了這個火山的eruption 所以erupt這個字 就有火山爆發的爆發 請不要用explode這個字 這個是爆炸 這個是有炸藥之類的 才是用這個東西 那你可能會問 這有沒有比喻性的說法 例如說 在我把我的成績跟我媽媽講之後 我媽媽就爆了爆發了 發怒氣之類的 然後就罵了我一頓 罵了一頓 可能你可以用lash out之類的 lash out on me 那爆發情緒呢 能不能用erupt 很可以 能不能用explode 其實也是可以 所以在這種比喻性的用法 這兩個都能夠用來描述人的情緒 可是你如果今天要講火山爆發的話 絕對不能用explode 一定是erupt ok 好 然後呢 事實上後面的內容我就覺得還好 因為他都會講一些很可怕的數字 像例如說 日本呢 將會 就警告了 這個wave可能高達1.2公尺高 所以會打到這個他的國家的南邊 那美國也講到有什麼什麼 甚至是海岸邊的淹水 coastal flooding sure alright 然後 這是東加群島 所以這邊是tonga 這個是他的東加的這個名詞 那這個火山很可愛 它就是hanga tonga hanga ha pai 對 名字上有兩個hanga在裡面 蠻可愛的齁 alright 那我們這邊再多講一個我覺得也就功德圓滿齁 就是這邊有一個 我們今天要講一個東西是 英文裡面的一個有趣的島莊劇 島莊的概念在英文並不會說很少見 在日常的英文的使用中也會常聽得到 那島莊的其中一個常常發生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把補語的部分搬到前面來 那也極有可能是副詞的部分 可是也不一定是 所以常常是副詞就是 因為像only之類的那一種 副詞提到前面 就會到成島莊 那這邊的這一個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一個句子 所以 就在這裡 先讀一下這句子給你聽 so violent was the initial 8-minute eruption that it could be heard as loud thunder sounds in Fiji more than 800 kilometers away according to 好 所以 你看到了這裡的主詞 其實是 the initial 8-minute eruption 所以一開始的8分鐘的爆發 是如此的 就是violent Violent你可以翻成暴力 所以這邊是狂暴 所以一開始的8分鐘的爆發 是如此的狂暴 以至於它能夠在斐激島 800公里以外 都能夠聽得到 所以 it could be heard as loud thunder sounds 所以很大聲的 像是這個打雷般的聲音一樣 那我島莊在哪裡呢 主詞其實是一開始的8分鐘的eruption 動詞當然就是was 那接下來下面的部分 其實應該是如此的劇烈 所以一開始的8分鐘爆發是如此的劇烈 以至於that再接下去 是以至於的部分 以至於 就是反正就可以聽到 800公里外也能聽得到 它就把這個如此爆劇烈的部分 搬到了巨手來 所以你看到頭兩個姿勢 它其實不是它的主詞 是它的主詞不語 所以 我可以再造個劇集給你看 假設我今天回到家 我餓到 我把我一整鍋蛋 因為我習慣性做水煮蛋 因為有健身的關係 需要補蛋白質 但是我又吃奶蛋素 所以我不吃肉 所以我吃很多很多的水煮蛋 所以我回到家是如此的餓 我吃了8顆水煮蛋好了 所以我當然可以說 I was so hungry that I ate 8個蛋 對 這看得懂 對不對 那我能不能像它一樣 把這裡的如此怎麼樣 這一塊搬到前面來 然後造成巨子倒裝的 當然可以 所以我可以變成 so hungry was I I that I吃了8個水煮蛋 所以這兩個劇集就一樣 我只是把so hungry搬來舉手 ok 所以這一個so that的這種劇情結構 如此怎麼樣怎麼樣 以至於怎麼樣怎麼樣的這個劇情結構 你是可以把它變成倒裝的 如果今天裡面是 副詞也是一樣 ok 副詞也是一樣 例如說 一個人唱歌唱的是如此的美妙 以至於就被網羅去了唱學校和合唱團 所以 he 假設是一個男生好了 he sings so beautifully 你知道唱歌 你不可以說he sings so beautiful 因為beautiful不是形容它 是形容歌聲的 應該講修飾 不要叫形容 因為形容你會誤解人形容詞 不是 修飾 所以這個美妙是在修飾唱歌這個動作 不是在修飾他這個人 所以因為是修飾動作 必須要給副詞 我們這裡講的非常的基礎跟簡單 希望你聽得懂 所以這裡必須要beautifully he sings so beautifully that he was recruited by the choir 所以被學校的合唱團 或者教會的合唱團抓去了 招募去了 所以這裡如果要倒裝怎麼倒裝 so beautifully 所以一樣你是把這個補語的部分 先拉到前面來 那接下來是he sings對不對 哎呀這裡出現一個小問題 什麼問題呢 剛剛那個我說我如此的餓 以至於我吃八個蛋 那那個so hungry 這後面接著是一個形容詞的結構 而且前面這裡是be動詞的 當成動詞的一個句型 I was so hungry 那這邊這個he sings so beautifully 這裡的he sings 並不是be動詞的句子 所以這裡的倒裝 除了把so beautifully提前之外 在這個結構裡還得做另外一個倒裝 就是啊這倒裝要跟你解釋一下 可能還在更囉嗦一點 不過我先呈現給你看 希望你說明就能夠去大概掌握他的訣竅 就是他本身沒有注動詞 可是你一定得生那個沒有意義的注動詞出來 那個注動詞就是你看這個he sings 如果硬要加一個注動詞 是do還是does 那個沒有意義的那個 因為你知道其他注動詞有意義嗎 can是可以 may是或許可以 shall是應該 will是將會或之類的 所以我講的是幾個不同的注動詞 你大概聽懂我在說什麼 right 而且他們還有對應的過去式版 could would should 跟might 那這邊呢你要生出來的 不是這麼其中一個 這些都是有意義的注動詞 我們要生的是一個沒有意義的注動詞 所以那個沒有意義的就是do跟does 看是不是第三層單數 那這邊是第三層單數是he 所以這裡要變成so beautifully does he sing that he was 後面都一樣 ok 所以如果今天我們在這裡 我畫底線的電話的不好 這邊加一下 所以要是你需要把主詞跟動詞這邊做一個選擇 考試是這樣子考的話 so beautifully he sings 或者是so beautifully does he sing 你要選哪一個 你要選的是後面這一個 所以這是一個比較tricky的導裝句的考題 有沒有常看到考這個 好像還好啦 我只是想教你 然後讓你知道 如果自己你要寫的話 到底要怎麼寫就是 好 所以 大概這樣沒問題 酷 好 所以這邊so violent was the initial eight minute eruption 所以一開始八分鐘的爆發 如此的衝擊力之大 以至於800公里外都填得到 然後接下來這個 Fijian就是那個 不是福建 靠北 斐济的這個政府 issued 所以發布了一個tsunami advisory 也就是 因應的措施指導之類的 然後他打開了一個open 一個evacuation centers 不是一個是好幾個 for people in coastal areas 所以這裡有個詞叫做evacuate evacuation center 是它的名詞 evacuation就是疏散 所以evacuate 就是動詞 evacuate 發生了地震 we need to evacuate the building we need to evacuate 就是從這個地方來離開現場 這樣疏散 好沒問題 我們到這裡大概差不多了 其實我覺得今天這個雖然說是很大的新聞 可是對我們大概影響沒有非常大 而且我們會說 地球壓力釋放了一下下 對大家都好 反正不是在我們家旁邊 或者不是我們台灣的火山爆發了就好了 我還真是馬上有想到說 靠北如果今天是陽明山或者什麼山的 雖然說好像那邊是不是死火山我也不曉得 可是我們好像有火火山在台灣 如果爆了怎麼辦 我們會很糗 真的 那比covid還要可怕多了 那種天災 或許也不用想 那要死大家也死 不然 OK Anyway 我今天大概就講到這裡 今天算是一個補充的 因為我本來沒有想到這件事 我本來沒有要做這個題目 因為誰知道火山會爆發呢 但是我在昨天看到了 我就想說 幹我今天來錄一下好了 所以本來的東西我們就把它推到下禮拜去好了 所以這也沒什麼了不起的 OK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一個補充單元 希望你喜歡這個內容 我是Paul 我們明年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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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